我們邀請科里斯多福的總理 德魯訪問臺灣 總統採訪 用軍列給他歡迎 另外這立陶宛在臺灣的幕 的代表處 現在也要掛白穩妝 我們臺灣會先來 到處遲過一千萬的奧運 伊朗長的軍列 歡迎我們加勒比海邀請科里斯多福 吉尼維斯總理 德魯來臺灣訪問 這樣是德魯北京 就職了第一次訪問臺灣 除了正因雙邊合作高理委討論 德魯亞共調會繼續幫助臺灣 加進國際社會 我們兩國建交三十九年來 無論順境逆境 始終相互扶持 持續在各領域深化合作 有非常封鎖的成果 除了這份有將在優邦來臺灣 歐盟典現支持 立陶宛在臺灣的 沒有代表處 也在在採取正式現代運作 廣告部 歐洲蘇蘇町 姚金雄 也特別向立陶宛 做臺灣代表 盧志榮第一 何以祝好 那我們也希望藉由彼此的一個深化的合作 能夠在意後的一個經濟的復甦 以及促進經濟成長 找到新的藍圖 同時 自立陶宛臺灣代表主也說 國發會將會對立陶宛 科技公司 進行第一倍的投資 350萬億元 從來臺灣將會 計較投資超過1千萬億元 差不多是代表3億2千萬 進行臺灣和立陶宛 管土替三億合作 真正兩國的正義 記者綜合部讀